嘿大家好 欢迎来到区块先生的Crypto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聊Portal Games 这算是这几天最火的一个项目 而且他的所有推文都有上百万的views 传闻说这个团队背后的开发者 就是这个Magic Eden 所以我们今天会来聊一下 什么是Portal Coin 当然他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还有现在要如何赚取他的积分 然后有机会参与到他的presell 在开始之前我要提醒大家 加密货币投资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话 就绝对不要碰今天讲的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Crypto 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All right 我们先看一下他这边的介绍 他说他这个产品呢 是跟这个鼎鼎大名的Layer Zero团队一起 然后呢 这个Integrated with Solana and Polygon 没有错 跟两条链一起合作 另外呢 有Partner with Magic Eden 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 以前是Solana最大的NFT交易平台 现在连这个名文啊什么都支援 没有错 很多这些上一轮牛市的项目 开始呢 为了生存什么样子的东西都做 而且很多呢 都决定发行一些新的代币 这样 然后呢 我又找到一篇文 它写得很不错 然后呢 这边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这个中文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Portal Game Portal Game是专门用于web3游戏的平台 平台重点在一键登录 轻松支付等功能 它提供了一个地方管理说 游戏内的资产 比如说NFT啊 或是这些1155啊 设置于一些这种 Account Abstraction啊 这些都有用到 此平台强调朋友联系 建议社交功能 任意链上游戏 表示跨链可操作性 网站列出200多种游戏 涵盖MMORPG 策略游戏 生存游戏等各种热情 我要看理想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Big Gamer 它这里面很多游戏 我不确定是否是已经出来的 对因为有些看起来实在是太好了 对比如说这个看起来有点像 《星际大战》这些游戏 这就很难说它是否真的已经有了 对但是它这边有一些看起来就是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项目 包括像这个Aprong啊这些 还有Star and Atlas Solana上的游戏 这几个我们之前都有看过 好另外呢 它这个代币可以做什么样 它是通用代币 就是可以在游戏里面使用 平台的原生货币 然后用来做这些 治理啊 游戏的升级啊 游戏买卖都会用到 然后市场使用到Portal 像是这个Magic Eden 这样 然后另外呢 它可以透过质押从中获得到价值 这边可能是挖矿 也有可能是透过Portal代币 来去决定说 哪些矿池可以获得到多少的积分 那这个我们大概就会看到它积分的部分 另外呢 还可以去起节点 它这边英文上是写说 Note Purchase 可以用代币去买这个节点 然后呢 这边并没有特别讲到这个Note 是一个链的节点 也有可能是这种项目节点 现在很多人用这种方式 来激励用户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它的Points 它现在的这个积分呢 就是透过来推特去转推 但这边我要听大家非常小心 像我上周跟火币 还有一些KL吃饭的时候 就很多KL的账户 无故被封了 但是它并不是没有原因被封的 它其实核心原因是因为 它用了Port 3 那是另外一个项目 也是呢 就是推文啊 点赞啊 然后有hashtag 这很有可能呢 会被X.com呢 认定为呢 是spam 然后它就会把你那个封锁 而且要拿回来 真的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要小心 如果你要赚取这些积分 最好呢 是用你的测试账号 但这边又有一个问题了 因为呢 这个 它这边有一个要求 你的账号呢 至少呢 需要是 呃 至少三个月 然后呢 呃 至少呢 要有100个追踪者 那 这几个后呢 你才能参与到 它这个Crystal Dash 呃 这个就是这个连结 大家如果找不到的时候 他说要找到Crystal Dash连结 其实很简单 你就打Crystal Dash.co 就有了 然后你就可以进去 然后呢 呃 按赞呢 有10分 呃 每个观看有2点 呃 然后呢 每次回复有20分 每次转身25分 每个报价是30分 这样 不知道这个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喔 但是呢 Anyway 就可以看到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张图喔 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个Point 那现在这个原作者喔 它这边就有2000多个view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Point是 呃 在这里 这是到1万分的话 就会到2 所以它就是阶级制 那这个就回去我们这几天 和博客里面常讲到的 分数经济模型 我们在今年呢 会看到越来越多项目 用分数经济模型呢 来启动它的这个项目 好 那了解完这些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对标的市场是什么 我觉得它对标的市场 有点像是treasuredell这类型的项目喔 对就是什么事情都做 欸 做游戏的合作 欸 做这个平台 又做这个交易所 喔 所以感觉有点类似 那magic doll呢 也本身 treasuredell呢 也本身是获得像币安啊 这些人的支持喔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呃 全碳地股指也大概是2亿6千多万美金左右 然后treasuredell近期也公布说 他们要做自己的一条L2链 看起来现在大家的解决办法喔 都是启动L2链 虽然有可能呢 这个portal呢也是要做自己的链 那它现在有这个IDO要发生 那这IDO它总共有三个事情要做 你就是register your interest 然后enter portal community 你要参与它的社区 然后就有机会呢 可以参与到它的这个IDO 所以让我又觉得 是不是又回到牛市 大家就很疯狂的进去 因为去年有参加过很多那些 链游的IDO 或是在前年的话 其实表现没有那么好 因为很多估值都过高 而且在熊市的时候通常都会跌回10亿以下 或是1亿以下 所以真的要非常小心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网站 他网站其实设计的这个非常好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影片 整个跑起来很顺 然后呢他这边有他这个token 他叫做Universal Gaming Coin 然后呢这也符合最近链游真的很疯狂 你看他这边有讲他的utility 然后他的这个supply supply这边倒是没有写出来 他说coming soon 但是这边可以看到他能做的事情 就是跑节点啊 staking啊 质押 对这些我们都了解的一些方式 对那炼游最近真的很猛 你们还记得我前几天介绍这个橡树农场吗 Pixel Farmlands 哇靠这个游戏直接要暴涨 你看他现在一个土地要1.18以太 我们介绍的时候是0.7几 0.8吧 对就一路暴涨上来 我们在群里面介绍的时候 他也在0.1几左右 所以最近这些土地真的是很疯狂 都有十几倍成长 所以大家要注意 那我们之前也有介绍像是这个Ziverse Ziverse的NFT也涨了很多倍 也差不多10倍左右 所以以下来讲的话 Ziverse大概是0.18以太左右 所以跟他在这个Pixelland 在9月10月的时候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值得去埋伏 大家要注意去看 不然真的很容易会错过 尤其是我们看到币安的研究团队都讲说 这个GameFi将会是明年很重要的一个市场 另外我们还可以再看这张图 这个讲说整个游戏市场的大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如果我们放手游 这个主机跟PC的话 大概是192B 就1900多亿美金的市场 然后如果我们看影片的话 就是电影这些大概是1000亿美金的市场 然后如果说是音乐的话 大概是250亿美金的市场 所以游戏上非常非常大 而且它不只在游戏这块 它还包括了元宇宙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透过AI 透过Metaverse 透过VR 透过AR 都可能被纳入在游戏这一块领域里面 当然现在游戏开始已经变到跟电影一样 我们开始看到很多的游戏里的影片 就跟电影一样 设置于有自行的音乐 所以这整体的世界观会越来越大 那这里面如果再加上代币的话 就很合理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金融产业 加入到加密货币市场里面 我们也会看到越来越多游戏 加入到加密货币市场里面 所以这时候绝对不能用主观的意思说 像我最近常跟很多朋友在聊练游 他们都说 我从小打游戏 搞得好像他自己很专业在游戏里面 但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你们要小心 有一个东西叫做认知偏见 就是Cognitive Bias 就从小一直打游戏 就会觉得自己是专业错 因为游戏有上百万种游戏 你常常只会想打你喜欢的游戏 但你会却不知道 其他知名的游戏 或是更多人喜欢玩 像我常讲泰拉瑞亚 这个游戏我以前在玩的时候 就是完全不认识 应该说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然后因为我跟 那个Mechanism Capital的一个 partner叫做这个 Ken 我们就会去玩一些 推荐一些游戏给对方 就是专门推荐我们不喜欢玩的游戏 这样子 因为我们发现了 有很多的独立游戏开发商做的游戏 平常我们根本不会去看 因为我平常都在玩什么 像我大概可能拍完这个就去打一场Apex 或是看完这个就去打一下Boulder 3 或无聊打一下Alden Ring 这样子 我就很喜欢玩这种魂系游戏 这样 还有Cyberpunk 都是3A的大作 Redemption这些 好像玩那些就觉得懂游戏 然后会觉得说游戏就应该要讲 错 其实市场有超多种游戏 有上千万人 而且我还知道有一些游戏公司 我在博客里有讲过 最近头几个游戏基金 他们专门开发游戏 大概就是一万个玩家 而且每次开发 就是销售一空 他只需要卖一万份 然后每一次一份 可能就是卖三百美金 那这些粉丝呢 就等着他们六个月开发一个游戏 然后就想去玩 有点像是 这些音乐制作家做音乐一样 但游戏跟音乐 都有一种独特的市场 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朋友会讲说 你在听这首歌之前 我早就听过 你在玩这个游戏之前 我早就玩过 这个电视剧在火之前 我早就看过 所以大家喜欢这种code 喜欢这种小组织 indie game就是在这 indie不是印度 indie是indie 就是独立游戏制作公司 他们就会做几种游戏 只发给 这一万个subscriber 这一万subscriber 一年大概会花 三千到六千美金左右 就是算是一个 满顶的这种subscriber 我现在讲这个studio 他就会做一系列的游戏 他们就有做游戏叫Juesso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是念Juesson 我有时候不太会拼他 对Juesson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游戏 奇妙人生 这游戏超好玩的 类似这样的游戏 我现在讲的游戏公司 这个精英 他不一定是做这个的 但是他就会 很类似这样的游戏 就只让这一万个人玩 然后这一万个人 就会抢先获得 玩到这游戏 那这游戏公司 卖一万个人 那可能一个卖三百美金 他就有三百万美金 开发下一个游戏 然后呢这样子一直roll over 那这一万个人玩后 他就给公众去玩 那可能就是五十美金 就可以玩到 但一万个人 就会觉得有privilege 提早人家一个月 提早人家三个月玩到 所以很多的这类的市场 大家不要傻傻地觉得说 自己懂所有事情 我常常跟很多基金的这些 那个基金管理员 讲这web3游戏的时候 我都说 不要用你偏见地觉得说 要GTA5 要Counter Strike 我每次听到人家讲 Call of Duty 讲这十种游戏 因为我自己 在一年训练下来 玩这些Indie Game 人家只要讲那种主流 我就知道这个人 不是真的有去花时间去了解 等下说很多游戏的 这些经济模型 怎么成交到Indie Game 是什么样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有空去玩Terraria 这个算是 真的是 已经四千 大概五千万的 这个Sales了 就是卖超多份出去 但它早期也是一个Indie Game 就没什么人知道 没什么人玩 所以有很大的游戏场 不要只想说 要做得很crazy 所以我认为 在币圈里面 也会有这样子的游戏 就是只会有五千个玩家 一万个玩家 然后呢 但是它就是代表 这个很神秘的这种组织 这样子 对会有很多这样 像我们在跟Ziverse团队 也在讲说 因为Ziverse团队 他们不只现在开发Ziverse 他们未来还会开发很多游戏 然后就是去想这个 要怎么创造出那个code 要怎么创造出那个culture 所以我们再回去看整个链游市场 看到现在PortalCoin 看到现在PixelLand 这些 我们不能用一个偏见的眼光说 哇 这种垃圾居然很容易玩 或是在AXIE Infinity刚出来的时候 这种东西就还可以涨到100亿估值 大家记得AXIE有涨到多高的价格吗 绝对不能用那种偏见的看法 觉得说 我打这个Call of Duty 我打这个使命召唤 都是什么样的画质这种垃圾绝对不会涨 但你要看一下它的估值 到现在熊市还有17亿美金 在最高点的时候是几百亿美金的估值 绝对绝对不能用偏见 因为世界太大 你知道有多少人的手机是有多烂的吗 所以为什么很多游戏 像Ziverse在设计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点 我要再烂的手机都能玩 再烂的手机都可以玩AXIE Infinity 再烂的手机都可以玩PixelLand 所以你必须要认为外面的东西 你必须要认为外面的市场比较有更多 以为建议的东西 所以这很重要 像我今天跟Curve团队在开会的时候 我也在说Curve不能单纯只想着 现在这个DeFi是好 我们要再想外面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还能做 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变得更大 对 然后我们今天也跟OK在聊天 OK要出自己的攻略 这个Layer 2 你还想说要怎么上去部署 要怎么上去做出更厉害的车 看完Blast的打法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打法 好了 这一集就到这了 记得我们年底都会邀请刚讲到的几个项目过来 像是包括Ziverse 包括Puffer 包括Orderly Zeta Chain Layer N 所以有很多你们最喜欢的这些公链 Layer 2 还有DeFi协议 Napier跟Zunami都是获得到Curve生态的投资 包括像Lobby Prisma 还有Curveins 所以有兴趣 还有Frax 所以有兴趣的话 记得要来 我们现在应该都还是有票 没有错 这两边都还是可以购买 票是500块台币 不是美金 16美金而已 记得 我们用那么便宜 我看 我今天看最近很多人活动 放8千块 7千块 我觉得超夸张 但any人 我活动便宜 希望大家来的时候 保持一个友好的态度 友好的学习的态度 然后这样我未来可以邀请更多的项目 过来台北 好 记得加密货币投资非常高风险 一件事 如果你不懂的话 就绝对不要碰 今天讲的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it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vice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стоит 你得到费区的那事情 你得到费区的那种 费区的那种 不是任何人活动 打赏